不知不觉间 长达半个月的巴黎奥运会 已进入到收官阶段 中国奥运代表团在本届赛事中 可谓实现了大丰收 经过14个比赛日的激烈争夺 中国队目前总共斩获了39枚金牌 暂时领先身后的美国队一枚金牌 在这最后的冲刺时刻 中国队上演了赛车般的疯狂追击 单日狂懒六金简直不要太强势 其中跳水项目 乒乓球女子团体 以及102公斤级举重项目 中国队都毫无意外地拿到了金牌 这三枚金牌 也为中国队巩固着榜首的优势 不仅如此 艺术体操项目 中国队也有了重大突破 打破了欧洲长达40年的金牌垄断 在主教练孙丹的率领下 中国队五位小将丁心仪 郭琪琪 郝婷 黄张嘉阳和王岚静 凭借着独特的国风系列一举多魁 要知道这一枚金牌 既是中国队的第一个艺术体操冠军 更是整个亚洲的第一次 足以见这枚金牌的分量 而且别忘了 艺术体操本就起源于欧洲 许多规则都对欧洲选手有利 这也是中国队夺冠的最大难点 如今我们用优美的中国风艺术 彻底打破了东西方之间的审美隔阂 也印证了中国队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 至于奥运会女子拳击 75公斤级的比赛 中国选手李倩 也带来了本届奥运会第三枚拳击金牌 而花样游泳项目中 王柳毅与王千亿姐妹花 也毫无悬念的带来了一枚金牌 这让中国的单日金牌数提升至6枚 并且在高尔夫项目中 中国队也收获了一枚铜牌 目前总奖牌已达到了90枚 排在总奖牌榜的第二位 反观美国队方面 虽说最后两个比赛日也在疯狂夺金 却还是落后中国队一枚金牌 最后一个比赛日 美国队也仅剩下两个冲金点 分别是女篮项目与女牌项目 女篮项目美国队可以说是手拿把架 可女牌项目冲金难度却很大 面对实力强劲的意大利女牌 美国队几乎就没有胜算 为此这两个冲金点 美国队拿下一斤几乎没什么悬念 但要突破40斤难度非常大 再来说说中国队的情况 最后一个比赛日里 还有一枚举重金牌等待收割 81公斤级的李文文优势巨大 只要保持正常发挥 夺金也只是意料之内的事情 也就是说中国队保底有40斤入账 还会领先美国队的金牌数 这也让金牌榜首之争终于尘埃落定 美国队恐将跌落神坛 当然不只是李文文这个夺金点 中国队在女子马拉松和场地自行车比赛里 其实还有两个冲击金牌的点 是否会带来惊喜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因此中国队的金牌数突破40悬念不大 就看马拉松与场地自行车项目 最终结果能不能出现意外惊喜 加油中国队